宜蘭县正在发展的产业很多 但如何建立品牌形象提升质感 在经济部的经费补助下 宜蘭县非盈利组织联盟 启动了蓝阳好气味的辅导计划 业者自行提计划审核通过 就必须开始上课接受辅导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 宜蘭县非盈利组织联盟 也在交西举办成果展 展出年度辅导计划成果 自闭政者福利协进会 在经过辅导后 将新儿的产品设计成包装礼盒 提升质感 助我们让我们的产品有升级 然后看起来比较 更有那种品质 就卖相的品质 然后就把我们学员的作品 再把它做一个组合 像我们这样 一个学员化的叫花开物柜 还有开发手工造的莉莉基金会 虽然自创了二杰鲁的品牌 但在行销上还有加强空间 透过辅导计划也开始有了方向 行销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把 这些新的企划 然后还有我们网站上面的banner 重新做设计 那之后我们也会在网站上面 就做把这些新的这些部分都铺陈上去 目前已经有成效了 有点成效 目前这个阶段算是把设计的这个部分 都成型了 那接下来就是网站那个部分 我们还要再去再去做建制 辅导迷途学生的德安学员 推出自制金枣酱增加收入 但过去不懂建立品牌 没有包装概念 只有靠口碑 但现在经过包装改造 已经是个可以让人提着走的伴手礼 本的包装就是只有用盐罐子 小小罐的这样子装的金枣酱 也已经当做面包 没有品牌 对 现在我们的产品的提升就是 我们比较有信心的 可以做稍微大量一点的生产 所以做了哪些改变 做了改变就是 第一个就是包装 量 分量 还有标示 我们开始有了很明确的标示 我们什么样 然后再加上我们有logo 改造 品牌 行销 宜兰县非盈利组织联盟 受经济部宪服委托 请有意开展特色产业的单位 提出计划想法 经审核通过 就可以接受辅导开始上课 一段时间下来 各家都有自己的成果 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比如说有些人生产一些产品 比如说需要一些外包装 行销的协助 那我们就通过一些 一点点的经费的协助 然后要求这些辅导的业者 必须透过一些上课 或是共学家属的一个机制 不只单纯给他们一些经费去做事情 要让他们学会说 从这当中学会自己怎么样 去创造自己更高的产值 进入让自己的企业能够生存下去 然后可以继续推升到 社会企业的这样子一个规模 找寻蓝牙好气味成果展 除了公益性质外 另外也包含印章 唯电影又花香茶 南方澳地景明信片等 福岛成果展在江西游客广场 分成19个摊位展示 让游客了解更多蓝阳特色产业 亿兰西文记者黄竹汉曾不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